陈仙梅 八卦聊明星故事,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陈仙梅 媒体目击,黄少奇与陈仙梅两人 手牵手漫步在阳明山晴天岗的广阔草地上 乍看之下,还以为两人正在为天地有情 拍摄一场甜蜜乐会的弹琴戏 两人的演技自然,甚至让旁人也能感受到他们的浓情意切 然而,这幕如此逼真的情绪,却没有剧组人员及摄影机在现场 虽然瘟疫降温,不过戴着墨镜及一顶灰色渔夫帽 穿着白色T恤 牛仔裤的黄少奇,还是特别戴上可以避人耳目的深色口罩 而陈仙梅身穿白色小背心,黑色运动裤,红白球鞋 除了墨镜和黑色棒球帽外,也戴上了大大的外科手术用口罩 两人身在清暖的微风吹拂之下 自然地牵起,手边笑边聊,十足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两人结束草坪漫步后,黄少奇搂着陈仙梅的肩 陈仙梅抱着黄少奇的腰,恩恩爱爱地步向停车场 走到车旁,黄少奇还体贴地帮陈仙梅开车门 自己随后才上车离开 两人接着前往大树下餐厅用餐 停妥车后,两人像是刻意避嫌似的 由黄少奇先行下车步入餐厅 特别找了位在角落的小包厢入座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陈仙梅踩下车进入餐厅 两人特地被对门向椅而坐 不让别人看到 用餐时,黄少奇会殷勤地夹菜放进陈仙梅的碗里 而陈仙梅也会携一些三杯虾给黄少奇 边吃边聊,一同把玩男方下午刚买的新手机 陈仙梅会做事轻打黄少奇的臂膀 一脸娇羞得像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 晚餐结束 饭后运动可也不能少 晚上八点半左右 黄少奇突然将车驶进大家河滨公园 在光线昏暗的停车场西灯停车 停好车后,未见两人下车 约末十分钟后 发现黄少奇的奔驰坐车开始有些微微晃动 接着又变成了剧烈的震动 且一直不停地左右或上下抖动 显然两人的饭后运动实在有些许激烈 约末半个小时后终于停止晃动 两人似乎在车内平息刚刚激昂的情绪 休息了十多分钟后 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河滨公园 但在黄少奇坐车驶离后 记者却在原地发现一团湿纸巾 只是不知道是两人激情后的遗物 还是前人所留下 晚间十点出头 车子回到陈仙梅位于广福路的家 两人离情依依地又在车上小聊了一会儿 才见到陈仙梅下车 下车后的陈仙梅还不时回头注视 旁服两人似乎将一格分千里般 而黄少奇也十分体贴 只等到看不见陈仙梅的身影 才离开返回自己住处 其实两人传来电 早有蛛丝马迹可循 在陈仙梅生日时 她跟一大票工作伙伴去KTV庆生 当天陈仙梅的情绪在酒精催化下 显得特别亢奋 一不小心就跟同行的人提起 心中已有意中人 只是不便公开 当时旁人极大胆预测此人就是黄少奇 陈仙梅不急着否认 还娇称地说 我没说 我没说 黄少奇与陈仙梅两人相差五岁 虽然已入行多年 但两人闹绯闻的高见暴虑 比演绎成绩更耀眼 从模特蜕变成一线小生的黄少奇 不但曾与同门师妹樊一敏交往一年半 并带其支付庞大的个人开销 以致付债七十万元 后却因凡一敏移情别恋 成为黄少奇心中垂心的伤痛 但黄少奇也非纯情男子 挥别旧爱的黄少奇 在感情路上更加狂放不羁 反而更急着寻觅新伴侣 不但与江祖平、同门师姐岳灵之间 有暧昧情愫的传言喧嚣尘上 在拍摄《飞龙在天》期间 更对同戏的贾静文展开热烈追求 没想到狼有情、魅无意 黄史中都是踢到铁板 早在《飞龙在天》 就已与陈仙梅合作的黄少奇 却是在街拍《天地有情》 在节戏园时 黄少奇才顿然发现原来家人 就在灯火栏珊处 而在圈内 无论外在与形象皆颇受好评的陈仙梅 则是追求者不断 陈仙梅个性单纯 与从事医疗用品贩售的父母、子弟同住 孝顺的她将拍戏所得如数交给爸爸 需要用钱时才向父亲伸手要钱 平日名牌不沾 只有LV的小钥匙包会让陈仙梅破财添购 在陈仙梅的朋友圈中 形容陈仙梅是一个抠门到不行的人 曾与陈仙梅共餐的友人吐露说 有一次跟她去吃饭 到要结账时 只见她在皮包中捞了又捞 最后只拿出一张电话卡 大家都被她打败 孝顺的她 不但是父母口中乖巧的女儿 与在英国从事家具设计的男友黄世伟 也是一交往 就走了八年 两人一度论及婚嫁 却因陈仙梅不忍离开父母远嫁国外 最后落得难有疑情别恋收场 挥别旧爱后的陈仙梅 戏外的行情更加水涨船高 不但有赵晴 宋达民私下对其频频示好 王时贤更是大胆在媒体上对陈仙梅示爱 无奈陈仙梅丝毫不为所动 据了解 早在《飞龙在天》拍摄期间 陈仙梅其实已对同样孝顺的黄少奇 有好感 只是当时的黄少奇新戏贾静文 错过了这段即将发酵的情愫 如今同样都有过垂心恋情的两人 因天地有情再结戏园 此时两人身边都无伴 更加迅速地打开心房 才会抢在新戏上当前 在戏外先行试戏一番 两人恋情曝光后 首度进棚拍摄对手戏 连续两天 黄少奇都是下午一到化妆间 就坐在她的固定座位背台词 表情看起来很镇定 但晚上陈仙梅一到 还是刻意避开和黄少奇面对面 火速溜进她的固定座位 巧合的是 黄少奇和陈仙梅两人的座位 刚好是一镜之隔 面对面互相看不到对方 其实恋情曝光后 黄少奇和陈仙梅私下都有电话联络 也互相知道对方现在的心情 可是在棚内两人就是心照不宣地 避免任何打照面的机会 陈仙梅进棚还特别带了一箱樱桃送给剧组工作人员和演员 感谢这两天来工作人员和演员们的帮忙与体谅 不过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对戏时两个人总得要面对面 排戏走位时 明明演员要站成一排 陈仙梅理应站在黄少奇旁边 但她就是刻意往后退个两三步 头还滴滴的 工作人员终于忍不住地说 仙梅你也该往前站吧 陈仙梅才往前站在黄少奇身边 不过她的目光始终闪避黄少奇 都是往萧大陆方向看去 黄少奇的眼光也始终投往另一边 眼神始终没有任何交集 黄少奇和陈仙梅 贾系真作陷入热恋 原本是美式一桩 但身为公众人物 为避免恋情刚萌芽就见光死 同时也为了怕影响收视率 他们对未来的发展口径一致地说 眼前以拍好这部戏为重 感情为次 陈仙梅2014年和摄影师老公印第安登记结婚 育有两个儿子 婚后但出荧幕长达七年 直到复出拍摄八点档黄金岁月 她坦言农历七月后自己过得相当不平安 不但发生小车祸 老公印第安也因急性胆囊 需要开刀动手术 半夜下大雨 她紧急把小孩送到娘家 自己急忙赶到急诊处理 但她回到家后 面对空荡荡的家 整个人情绪溃低 更大哭到入睡 自己边哭还边向自己喊话 哭什么 在脆弱什么呀 不就小手术而已 等等睡两个小时出门工作又怎样 一样是做好 不就这样而已 陈仙梅忙着拍摄黄金岁月 她心里焦瘁地感叹 爱 没法 这阵子在走梦娜 高家的戏 家庭工作突然撞一团 她原来坚信 熬夜拍戏比带小孩轻松 没想到近期她刚好戏份吃重 戏里饰演小歌星的她 和饭店大老板的私生子 得了白血病 为了儿子要正面对绝症功 有不少情绪浓烈的剧情 也或许因此压力过大情绪溃低 老公印第安已出院 希望接下来试试平安 不要再那么衰啊 平安月 大伙平安健康 接荡的市井豪门里 陈仙梅身为豪门媳妇 却沦为生子机器的悲哀 甚至发现老公吴浩生 跟公司的同事楚轩有染 甚至生下儿子 最悲惨的是即将临盆的她 甚至被婆婆潘丽丽 质问肚中的她儿的性别 不是儿子就要接受离婚的要求 每一位角色情绪转折的变化 刺激紧张地对峙场面 让不少观众涌入社群为 陈仙梅打抱不平 也有不少观众大赞演员都好厉害 看她们标系很过瘾 潘莉莉演出恶婆婆 气势好强 市井豪门播出廖家宜 得知好姊妹陈仙梅的老公偷吃 愤而在庙会伴桌现场 棒打小三楚轩 廖家宜坦言这一场戏 拍了三个晚上 大家都相当疲累 而且制作人萧大陆 有丁明 一定要打真的 才能凸显气氛 所以她道具拿起来 就往楚轩身上丢 女女打架什么都发生了 楚轩表示 打到骨膜 跟韧带断裂 到现在还在附件中 伤筋动骨 还需要半年的修复时间 隔天廖家宜 马上送酸痛药膏给她 抚慰她受伤的心灵 陈仙梅开直播跟粉丝互动 却被网友询问 眼睛怎么怪怪的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自己戴了老花眼镜 才导致眼睛比例变大许多 陈仙梅在脸书最新发文透露 因为自己是手机重度使用者 才提早有老花现象 还感叹爱华手机 就要付出代价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当年 陈仙梅处出道 演完无言的山丘后 演出机会慢慢减少 没投入的陈仙梅 占专柜 端盘子样样来 还曾跟着姐姐摆地摊赚钱 有演出机会后 往往又因身高不够被嘲笑 甚至失去演女主角的机会 签了唱片约 又无疾而终 陈仙梅 从无言的山丘起步 直到现今 红遍大街小巷的世间路 让她饱尝红的滋味 众人心献她现今的成就时 殊不知她也有一段 辛酸的奋斗故事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陈仙梅 近日 陈仙梅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自己的近况 她透露自己经历了一场小车祸 下着大雨 将孩子送回娘家 回到家后 自己崩溃大哭 因为工作和家庭的事 撞在了一起 一时可能有点处理不过来 文中她还提到 印第安要进行胆囊开刀手术 疑似是自己的老公 陈仙梅还附上了自己的照片 照片她身穿白色条纹衬衫 头上戴着一个透明面罩 将自己整个脸都遮挡住 虽然她穿着病服 但是看上去状态十分的好 还有一张照片中 陈仙梅躺在病床上 戴着口罩 正在被推着 她的眼神十分迷离 应该是车祸后在进行治疗 整个人显得十分疲惫 陈仙梅发布文章后 不少圈内好友送上自己的安慰 模特潘伯熙和演员李亮锦也在其中 也许很多人并不了解陈仙梅 陈仙梅是知名琼瑶剧明星 她凭借大量的本土剧 奠定了她在台湾演艺圈的地比特 成为八点档的当红女主角 2014年陈仙梅诞下一个儿子 之后便慢慢诞出娱乐圈 专心照顾儿子 前不久 陈仙梅为了养家宣布再度付出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陈仙梅表示自己诞出娱乐圈的七年间 都没有好好洗过脸 陈仙梅称自己结婚后 担当起了家庭主妇的重任 将生活重心放在了孩子上 平时除了接送孩子以外很少出门 根本没有时间化妆 如今 陈仙梅意外发生了车祸 丈夫也在进行手术 自己没能照顾儿子 应该也是非常的心痛 忍不住一个人大哭 希望他能好好地休息 不管是为了自己还是家庭 许久未出现在荧光幕前的演员陈仙梅 难得进棚录制命运好好玩 他分享大概有六年时间没有拍戏 因为有了两个小孩后 没办法长时间拍戏 就连上综艺通告也是一年前的事情 他坦言其实没有工作久了 在踏上舞台会怕 因此都会叫经纪人把工作推掉 陈仙梅和摄影师老公结婚五年 育有五岁 三岁儿子Rider和Mason 他透露有时老公看他带孩子很辛苦 都会对他说 要不然你去拍戏 他则留在家里带孩子 但陈仙梅认为老公在家里待久了会抑制消沉 因此拒绝他的提议 只是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是会想念过去拍戏的日子 笑说被小孩气得半死 怨念更加深刻 甚至会问自己 我到底在干吗 在家带两个儿子的日子 让陈仙梅常常处于崩溃的状态 他分享之前一打二带儿子们去大卖场 结果小孩讲不听弄倒灌头塔 最近一次被儿子弄崩溃的是放台风甲 他笑说以为隔天七点能准时送儿子去上学 没想到晚上却公布北北基明天停班停课 让他整个大崩溃 直呼天啊 我坐在客厅地板上哭了很久 放台风甲折磨多少爸妈 我真的是狂哭 陈仙梅坦诚 以前不喜欢孩子 看到别人的小孩很失控时 心里都会抱怨 怎么不教一下 但自从他当了二宝妈后 才知道带孩子的辛苦 被问到未来有没有想生第三胎 陈仙梅说 一直希望能生个女儿 但生第一胎时 庙里的师父跟他说 你进来时 我看到有一只凤凰跟着你进来 你这一胎是女儿 殊不知竟是儿子 结果要生二胎时 师父叫他去拜观音 换花 也直出圣角 没想到还是男的 老公也跟他说顺其自然就好 陈仙梅才打笑声第三个念头 并笑说 如果第三胎出来 又是男的我直接去世 陈仙梅在当红之际 嫁给摄影师老公印第安 现役有两个儿子 老公长期到大陆拍戏 夫妻分隔两地 如何维持七年婚姻 他百分百信任老公 但狠话说在前头 若被他发现出轨 绝对不会原谅 会立刻带小孩离开 两人基本上每天回家 开着视讯 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 老夫老妻依旧年TT陪伴 两个小孩都是高需求宝宝 他一打二亲带小孩 老公在外地工作 不担心小三介入 他透露 老公对自己一切诚实 还曾坦言 有女星半夜敲房门 假借讨论剧本或是工作 他一律都挡在门外 一切明天再说 拒绝主动送上门的诱惑 陈仙梅信任老公 但原则说在前头 料狠话直呼 我知道你不会 但是既然我们是同一艘船 游戏规则还是要讲清楚 已经有小孩了 要分开 离婚很麻烦 如果只是为了一时发泄很痒 可以找十姐妹 若被我知道出轨 这个家就毁了 小孩我会带走 你自己想清楚 他也从不查勤 给老公十足自由 黄少奇与陈仙梅 两人相差五岁 虽然已入行多年 但两人闹绯闻的高见爆率 比演绎成绩更耀眼 从模特儿 蜕变成一线小生的黄少奇 不但曾与同门师妹 樊一敏交往一年半 并带其支付庞大的个人开销 以支付债七十万元 后却因樊一敏移情别恋 成为黄少奇心中垂心的伤痛 但黄少奇也非纯情男子 挥别旧爱的黄少奇 在感情路上更加狂放不羁 反而更急着寻觅新伴侣 不但与江祖平 同门师姐岳灵之间 有暧昧情愫的传言喧嚣尘上 在拍摄《飞龙在天》期间 更对同戏的贾静文展开热烈追求 没想到狼友情 魅无异 黄始终都是踢到铁板 早在《飞龙在天》 就已与陈仙梅合作的黄少奇 却是在街拍天地友情 在节戏园时 黄才顿然发现原来家人 就在灯火栏珊处 而在圈内 无论外在与形象皆颇受好评的陈仙梅 则是追求者不断 陈仙梅个性单纯 与从事医疗用品贩售的父母 子弟同住 孝顺的她 将拍戏所得如数交给爸爸 需要用钱时 才向父亲伸手要钱 平日名牌不沾 只有LV的小钥匙包会 让陈仙梅破财添购 在陈仙梅的朋友圈中 形容陈仙梅 是一个抠门道不行的人 曾与陈仙梅共餐的友人吐露说 有一次跟她去吃饭 到要结账时 只见她在皮包中捞了又捞 最后只拿出一张电话卡 大家都被她打败 孝顺的她 不但是父母口中乖巧的女儿 与在英国从事家具设计的男友黄世伟 也是一交往 就走了八年 两人一度论及婚嫁 却因陈不忍离开父母 远嫁国外 最后落得男友遗情 别恋收场 有媒体报道 黄少奇 陈仙梅热恋 并在台北大家河滨公园车阵20分钟 男女主角承认的确刚开始交往 但坚决否认在车上坐那当事 黄少奇激动地说 我们还没有烂到在车上坐 陈仙梅则哭着说 不会笨到在车上坐 两人在和拍民视飞龙在天时 还没来电 直到双方再度合作三立 天地有情 彼此产生好感 黄少奇开奔驰车到中和街 陈仙梅 先后到租书店 手机店 再到黄少奇家 接着两人全副武装 戴上渔夫帽 口罩上杨明山踏青 吃饭 再到大家河滨公园 晚餐结束 饭后运动可也不能少 晚上八点半左右 黄少奇突然将车 驶进大街河滨公园 在光线昏暗的停车场 西登停车 停好车后 未见两人下车 约末十分钟后 发现黄少奇的奔驰坐车 开始有些微微晃动 接着又变成了剧烈的震动 且一直不停地左右或上下抖动 一些路过的散步民众 对这辆黑夜中独自跳动的奔驰车 纷纷暧昧偷笑 显然两人的饭后运动 实在有些许激烈 约末半个小时后 终于停止晃动 坐车连续震动了二十分钟 比起前辈潘若迪与张琼兹 在车上密会八十分钟 而实际才晃动数分钟比较起来 高下立判 两人似乎在车内平息 刚刚激昂的情绪 休息了十多分钟后 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河滨公园 但在黄少奇坐车驶离后 媒体却在原地发现一团湿纸巾 只是不知道是两人激情后的遗物 还是前人所留下 针对车阵 黄少奇气急败坏地解释 我们就像一般情侣一样尝试交往 大家会做的事 我们都会做 可是我们在车上只是聊天 打打闹闹 我们还没有烂闹在车上坐 陈仙梅则为车阵跟爸妈大吵一架 下午哭着出门 她哽咽地说 我连宾馆都没去过 更不可能在车上做那件事 我也不会笨到在车上坐 这样写 我是女生 别人会怎么看我 以后我怎么做人 事关我的敏捷 话没说完便哭个不停 陈仙梅演出民事八点档黄金岁月 饰演在西餐厅助唱的玉女歌手孟娜 一场阴带般上台唱跳 不慎静把高跟鞋踢飞出去 落到台下用餐客人的牛排上画面 引来哄堂大笑 戏里经常扮演苦情角色的她 私下其实很搞笑 常因穿西装裤 牛仔裤忘了拉拉链 因此闹了不少笑话 提到表演中 批飞高跟鞋桥段 陈仙梅笑颜 私下也闹过笑话 不知为何每次只要穿西装裤 或者牛仔裤 就很容易忘记拉拉链 很多次还被导播发现 开麦叫她整理服装仪容再拍 有一次还被对手男演员发现 她上衣怪怪的 低头一看大惊 原来是胸罩间带滑落到肚子 当下求报 她吸引八年复出 为黄金岁月瘦身四公斤 没想到上周播出后 就接到妈妈来电 第一句话就是你太胖了 要减肥一些才好看 让她下定决心在减重 经过五天 过五不时的激烈瘦身 成功又瘦了三公斤 体重来到四十七公斤 让她直呼 我终于可以学耻了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